这部分 年龄各个 像这边的话 就是 直接再利用所谓的那个选项的枢纽分析图 那其实用那个圆柄图来表示 会是 应该是最恰当的 因为一个圆柄反正100% 占比多少 甚至你这个圆柄图里面 像我还蛮喜欢用这个分裂图的 而且立体分裂图还蛮好用的 所谓的立体分裂图就是你把它 点选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产生一个 把这个关掉一下 它会产生一个像这样的圆柄图 那这个圆柄图有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它可以 缩放 而且可以移开 可以怎么样 可以放大缩小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蛮清楚的 数据如果不清楚 你也可以像 版面配置早上讲过来 可以加上什么 资料标签 然后最适化 你也可以在上面加上百分之多少 那如果两个都要加的话 两个都把什么 资料标签 最适化 把这个 他的百分比 全部都加一下 资料标签 另外一个没出现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就是其他的 再加上那个 原品图部分 你们也可以再试一下 那个 年龄 教育程度 等等 也是类似的 你可以利用那个选项里面 数据分析表 这个的话 圆柄图 那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不同的 甚至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它有一个子母的 那个圆柄图 你可以把它 这个 它可以投射出去 好像看起来有 比较有那种 立体的感觉 OK 那这边 其他部分 也许 可以 教育程度 这边也一样 分裂图 这边其实还可以再变化 记得这个可以移过来 这个可以移过来 比如往里面移动 你要凸显的是 哪一个教育程度是最高的 你可以把这个教育程度把它 把它搬出来 至于它里面的数值 一样就是 版面配置里面 像那个 上面要不要加标题 要 你就加 如果不要 不要这个图例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图例取消掉 其他的话就是像资料标签 比如说你中点外侧 放到中点外侧 那它这个部分的话 也会自动帮你把那个资料标签 就是 上面的数值 一样就是 变成 一个一个的那个 这个图了 其他部分的话当然你可以 试着 练习一下 不过呢 刚刚同学有对于那个 某部分蛮有兴趣的 只是说学习会比较辛苦 像刚刚我讲过的就是 一键完成的动作 就是录制聚集 其实偶尔按它一下会蛮疗愈的感觉 因为按下去 感觉 就是 舒服 就是按一下 事情就做完那种感觉 其实也蛮不错的 但是问题这个东西是 困难度会稍微高一些些 为什么它其实里面还是会牵涉到城市设计的 按下去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另外的话 像我们刚刚不是 画了很 就是 做了很多枢纽分析表 那如果说你有14个栏位你可能要做14个枢纽分析表去统计它 那可是你想说如果 也有这种东西的话那会更好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如果要画图自动画出来可不可以也可能 这个其实我也做好了 这个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 自动画那个枢纽分析 它会自动画 画完之后自己切回去 有没有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连那个图都自己帮你画好的话 还有枢纽分析图自动画 按下去 连图都自己画好 OK 就是这样 这是比较 粗浅的一个 里面有没有图看一下 有马上出现 你也可以 不过这个可能就是 它可以设定一个 一样的格式 但是 就变成说每一个出现的图 会是长一样的样子 细节不像说人工来做 每个都一遍不一样 但至少就是感觉 就是你至少 有些东西 你可以省掉 很多的时间 把它按下去 然后你要挑哪一个 再用哪一个就好了 不用说每一个每一个 都要再去做一遍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如果有 兴趣 想要节省时间的话 这个倒是一个方向 那当然难度会相对比较高 我讲过就是 因为我们这一半是基础 所以那个部分 让大家知道 大家有个概念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就是讲一下 有关第100页 多个栏位的分析 所以再来的话 刚刚只是 针对单一个栏位 做分析 那如果说我今天 要针对多个栏位 多个栏位的话 比如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需求 就是我想要知道什么 年龄 跟什么的关系呢 跟另外一个栏位 跟那个最常购买的杂志类型 到底 哪些年龄 会买哪一些杂志 我想要了解一下 这个关系 那当然第1个 我们有这个概念 可是第2个 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枢纽分析图给画出来 那首先的话 我们第1个 就一样呢 把 我要主要统计什么 所以插入一个 枢纽分析表 按确定 一样帮我把这个范围抓出来 那当然它给的栏位非常多 我们只需要 其中 比较重要的 最常购买的杂志 在哪一个栏位 往下找 最常购买的杂志 因为我 第1个最想知道的 就是 这些杂志 第2个想知道就是 哪些年龄 他们会买 好 所以呢我就怎么样呢 第1个我把 那个最常购买的这个 设计类杂志拖拉过来 那第2个的话呢 我就是再把什么年龄部分 拿来分析 年龄部分 年龄就把它放在 那个蓝标签里面 OK那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就画出一个 一个 枢纽分析表出来 但里面还没资料 那可是问题 数量多少的话 那请你可以什么 把年龄的部分 再拖拉到值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只是数量 指的是什么的数量 指的是年龄的数量 哪些年龄的数量 所以如果我讲过 如果你拖拉过来的东西不是数字的话 它就是加几个 如果说里面是数字 它就帮你加总 所以拖拉过来它就几个 所以放开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帮你显示出来 里面当然 可以看到不同 比例的那种 像包装类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好像就是 46岁以上的会是比较多 平面设计的话就是 这边看起来好像也是46岁以上 所以好像年龄越多的话 似乎时间会比较多 恐怕也会比较 我是觉得因为真的到 我年轻的时候真的 会一直在忙忙忙 可是我自己在忙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会一直觉得 但也不是穷忙 但是就一直觉得很忙 因为会有很多野心 想要 做很多事情 像以前写程式的时候 也可以一直乱写 就是会有很多的 热情吧 可是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 突然好像就比较 不会 好像会先想很久 之后才去做 以前是还没想很清楚 就去做 所以很容易 就会做错事情 不过 因为年纪轻比较容易被原谅 年纪大的话 可能慢慢就是要 三四的后行 就比较没有那么 他每个年龄成了 每个年龄喜欢的东西 所以 从杂誌里面或多或少 也可以看到一些 不同的数字 但是如果说 男生跟女生 会不会有差别 如果说你想要把 性别的这个因素 也加进来的话 那你要怎么加 比较OK 我早上有讲过吧 你可以什么 性别 要不就是放在这个什么 列标签下方 他会出现 可是这样显示好像感觉 并没有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要整个完全 男女分开来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报表分析 男生跟女生就会 自然而然分开来 如果我们现在 当然就 先 分析这个好了 性别先不要放 然后我们一样要 设计出一个 枢纽分析图 不过产生这个 这个部分 一样 里面的资料 我不希望它产生 空白的资料 像里面你会发现 这里面有空白的 这边又有空白的 看起来不舒服 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 我一定要把它变成零 有点 强迫症的 感觉 一定要看到 没有资料就一定要 没办法 到某个年纪的时候就会 或多或少会有 某部分的坚持 OK 所以选项还记得吧 里面有一个 若微空白 储存格 显示为零 当然你可以直接按右键 也可以有个选项 里面也可以设定 就把它补零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 做出我们要的 这个结果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 燃标先改一下 这个年龄 那这边的话就是 可能什么 杂志类型之类的 这边可以稍微把它改一下 年龄 然后 一样这边的话把它改成 这个 叫杂志 也许这边 名称的话 把它改一下 最后的话也许就是 稍微把它美化一下 反正做完之后也许就是 让它看起来稍微漂亮 相对漂亮一些些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100页的这方面 这这部分的设计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 这个做完的结果 再把它变成一个图 那这边当然我要统计啦 因为你会发现 直接看这个 看这个表格里面的资料 其实倒也是 还蛮清楚的 已经算清楚 可是我讲过 实际上当然还是没有 直接看那个什么 看图来了 因为图高高低低的 马上一目了然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希望 快速的把这个东西 再把它绘制成我 希望看到的这个表格的话 那 这部分该怎么做呢 我们一样可以参考 112页 112 就是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希望看到 长这样子啦 当然大致上OK就好 112页的部分 也就是说大概会有几个 可能你要去注意的部分 早上有讲过类似的 第一个就是说 我希望上面呢 出现一个什么 出现一个那个 这个这个 图的 图表的标题 把标题加进来 第二个的话图例 图例也加 但是图例要加在上面 第三个的话就是 这边有一个标题 不过这个标题蛮特殊的 它是放在坐标轴 的左边 而且是垂直坐标轴的左边 那里面的话就 显示出人数 也有多少人 那再来的话下方 一样 把那个 就是字把它放大并且变成红色 另外就是说这个 看用柱状图 或者是说 其实这边是不是也可以 如果你要 显示比例的话 它里面有一个除了 除了是直条图之外 还有个直条图可以显示 百分比 那个我觉得 蛮推荐的 就是 在 长条图高低 之外 它里面 再 结合有点像 圆形图的概念 那 请各位也许先 试着把这个 书纽分析图做完 接下来就是 把它绘制一下这个图 里面大概会 几个中 第一个当然就选项里面 书纽分析图 然后我们利用那个 直条图 另外或者是说你可以 用我刚刚讲的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 百分比 堆叠直条图 他这个 百分比 堆叠直条图 就是除了可以 反映出数量之外 还可以反映说 这些人 这些年龄层 他们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所以又可以显示 数量之外 又可以显示比例 或许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用这个 百分比的这个 不过 比较常用的还是这个 直条图 用几率还是最高 因为它最简单 不如我们可能就是先用这个 待会也许你们可以再试试看 用其他类型的那个 这个直条图也许可以试试看 然后比如用一个传统按确定 第1个 第2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呢 它一样会 很率性的帮我们把它放在 那个 枢纽分析表上面 那要不就移动它 到旁边 要不就另外再独立出来 所以我们 干脆就独立出来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 就把它移动图表 然后移动到哪里呢 一个新的枢纽分析图 把名称改一下 枢纽 分析图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枢纽分析图之后 那请各位就是自行试试看 加上 刚刚讲的 12 3 4 还有就是绘图区里面 看也许加 主要的那个垂直的 框线 跟垂直的框线 另外 背后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填一个好像图样之类的东西吧 这个 背后其实可以再按右键 那你可以绘图区格式 我这边的话印象中好像是填一个图样填满 那图样填满的话它这边有好几种点点的 然后有那个 好像是画线还是画线 画线的话那这边有一个那个 类似像这种画线 应该是这一个 这边有一个那个 大方格 它就有画线的效果 这个背后那个线并不是水平的 那个线条 其实是用填满那个里面的 图那个什么 图样填满部分把它加上去的 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一起来看 好 这样 就知道了